据韩联社的报道,韩国总统尹熙月3月1号在纪念朝鲜半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104周年纪念仪式上表示,日本已经成为了韩国的合作伙伴。 同一天,首尔市民团体举行了集会,批评日本历史认识和尹熙月政府对日外交的政策。 尹熙月1号出席在首尔举行的三一独立运动104周年纪念仪式并致辞。 尹熙月指出,三一抗日独立运动距今过去一个世纪,如今日本从过去军国主义的侵略者,转变为与韩国共享普世价值,在经济安全及全球问题上携手合作的伙伴。 尹熙月还表示,面对全球复合型危机等安全危机,韩美日三国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。 媒体注意到,尹熙月并未特别敦促日本反省历史问题。 1919年3月1号,朝鲜半岛爆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。 如今每年3月1号,韩国都会举办各类纪念活动,部分民众还会举行反日游行示威。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,首尔市民团体当天举行集会,批评日本历史认识和尹熙月政府对日外交政策。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等出席。 关于原被征劳工诉讼问题,李在明批评让韩国财团代替日本企业支付赔偿的政府方案,称这是在侮辱受害者。 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,原慰安副代表指出,尹熙月在竞选总统时曾承诺解决慰安副问题,要求尹熙月政府与日方交涉,让日本政府进行法律赔偿和历史教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